金山果菜 金山果菜 今天很高興 可以來金山果菜 現在是 在老頂 在樓上 會議室這邊 來採訪 Mae James Lee 老朋友 很難得說 有這個機會 來採訪 先讓Mae 說一下好嗎 好 你來美國的時候 好像 沒頭路 開始 自己找頭路 怎麼找工作 剛才來美國的時候 沒有工作 去餐廳 打工 餐廳打了大概 不到一年 因為帶了個小孩子 做事不方便 那小孩子那個時候才三四歲的時候 後來又把小孩子送回台灣 台灣以後就很認真在餐廳打工 餐廳打工也很辛苦 後來認識一個朋友 他就說你可以兼差在家裡晚上抽一點衣服 那抽衣服也很辛苦 晚上抽到半夜還是抽一件衣服才幾毛錢 如果只抽一條線或者幾毛錢 那也很辛苦 後來又再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開 他開 他在以前China Town的中華超級市場 那個是大陸人 他做菜部經理 他就在那邊賣菜 他上班的時間下班以後他去賣菜 他租我的房子 他就說你測衣服那麼辛苦 一箱菜最起碼可以賺三四塊錢 你抽了十幾間才那麼多錢 他說那你就兼賣菜 後來就兼賣菜 抽衣服的有空的時間 有人要訂菜的話 我就打翻了電話 那是一九八幾年 三十年 賣大概是一九三十年前 八五 八五左右 那個時候才就開始賣菜 打電話給餐廳 那餐廳就說那你拿菜來 一看 那個時候很少說 有人主動說送中國菜 送到餐廳裡面去 後來我就送了 用小車子就這樣一家一家的送 後來抱了幾家也說不錯的 他也介紹另外一家來向我買菜 然後慢慢 他正好李先生呢 他是在中華農場裡面 負責這個 把他們種的菜 負責他再來賣給超市 後來呢我就向他買菜 他每天就送到我租的房子的底下 那個格拉吉那邊 然後就每天這樣賣 就當天送完了 就送來就全部就賣掉了 就這樣 後來我就不測衣服了 我就賣菜 就買一個小的Van 就放在Van的上面 就這樣每天賣完了以後 就回來就是這樣 好像不到一年你就需要幫手了 對啊需要幫手 那個時候認識他的時候呢 我就叫他是不是加入 因為當時來的我們英文也不好 他英文比較好嘛 那就是說是不是兩個人 一起來合開一個公司這樣 那他那個時候他也考慮 到底開這個公司會不會賺錢啊 我說民生問題大家一定要吃吃飯 你說禮品這些可以不要買嘛對不對 你飯一定要吃 我說你賣菜應該是可以的 後來我們就租了Gavi那邊的房子 以後呢 我們就開了一個公司 那個時候剛剛開始 我們倆也很辛苦 沒有請人 兩個人買了兩部位 就是說人家買了 我們早上一大早開了門 就把兩部車子張滿了 我們就把門關下來出去去送貨 送完了回來再開起來 對 後來人家說 哎呀你們兩個那麼辛苦 應該請人送貨 有一個人待在公司裡面啊 後來才慢慢的請人 就慢慢一直做做到現在 就是這個樣子 據我認識James李先生那麼久 他對賺錢沒有什麼特別興趣耶 沒有興趣他幹嘛要賺這麼辛苦 你來美國不是為了賺錢嗎 我是來就是糊裡糊塗來啦 來了以後呢 我原來是在 我在農學會上班了 台北農學會上班了 來到這裡以後呢 就沒有什麼討論 就讓人家過農場啦 因為我的Degree就是農業嘛 那過農場 那後來呢 看了好像 這樣子下去也不行 所以就 喊於最後來開這間 賣菜公司啦 當時呢 很少人 賣菜 尤其是台灣人 沒有人開這間的公司啦 人家在賺 說三個月你就多打啦 啊我呢 就 做個行李 不知道啊 不知道說 做行李會多打 我沒什麼知道啦 那就說一說 那就 打拼才贏 沒得到 啊所以呢 咬起來不夠兩萬塊啦 啊 在那裡做一間房 一千七百桌 在那裡 在那裡 差不多 共買 共買十年喔 在咬米 對 對 六月呢 就用 省錢買這個土地啦 啊 去這間 誒 國家公司啦 這個土地有一個額嗎 差不多三萬幾桌 對 那時候 就是我講的 沒有什麼 台灣的人 來開這個 賣菜公司啦 但是很多 三個台灣人 種菜的人 有三 三個 三個農場在種菜 啊 所以我們慢慢 開始 賣菜 這樣 到今天 差不多 三十年 是是 這樣 很特別 有時候去餐廳 我就知道 這菜是金山果菜 不敢當 真的 真的 你的菜 農場 有的是 Riverside還是Fresden嗎 這個米的 加州的菜 大部分是加州生產的 加州的面積是米 是台灣的十二杯 所以很大 銀口不到四千萬 啊 差不多 全部的加州農業 生產的菜 差不多四百億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不去外國 三分之一 在加州 所以我們 台灣人 種的菜 也算是加州的菜 啊 當天的時候呢 呢 由 墨西哥 墨西哥 Mexico 送來這裡 就是 因為 墨西哥 幫他做文 送來這裡 這個就是 就是 果菜公司的 原則上 Operation 是這樣 這樣 是 記得 有幾個 冬天 你有那個 那種 白油啊 啊 一些油膠 你如果 嚇幾個想 哦 大家 很愛 那東西哦 我就是 學農有一個 基本的 知識 那 咋樣這個 這個東西呢 不錯 啊 在北加州 有一個 劉先生啊 種很多 他不會無路 叫我賣 那 我們台灣人 覺得這個 口味很好啊 啊 所以呢 這個 銷售很 流暢 流暢 因為東西好 不用你一家店 在說 他自己 就能 給消費者 知道這個好價 那個柚子的名字 是一個叫 一個叫做 Oro Blanco 那這個 Oro Blanco 呢 其實 原則的 嚴格的講呢 它不是柚子 它是葡萄柚 葡萄柚 但是 我們台灣呢 以後不夠 現在的水 所以 口感比較讚 那所以他們 就覺得 好吃 所以我 運氣也不錯 慢慢來提供 在中國人的市場裡面 大部分都有賣 是 我記得 有幾個地方 去你們島 是晚上 電話 等 阿妹就去吃 就趕快做 做筆記 對 就是 人家在訂東西的時候 趕快要寫寫 趕快寫寫 我總共接電話 接了大概十五年了 十五年 一天二十四小時這樣接電話 那 接了十五年 後來想一想 我朋友說 你怎麼那麼笨呢 你為什麼不做一個錶 然後人家訂了 你要什麼菜籍 像打一個勾起來 喔 現在才知道 用一個 後來想像 還是用 大家都用電腦了嘛 對 那個時候我們果菜公司 我們第一家全部用電腦的 慢慢用電腦 就是這樣 要不然 後來才晚上的時候呢 因為餐廳裡面 九點收工完了以後 師傅就會查一下 他冰箱裡面少了的 明天要什麼菜 所以他們收了工以後 才打電話來 所以到了晚上那段時間 就要接電話 後來就 接了十幾年 後來我蓋好這個公司了以後 我就請人 專門一個人 晚上在公司裡面接電話 所以我晚上 我就不用接電了 那後來現在 又想說 晚上接電話 他一個女人在這邊 也很危險 萬一晚上 有人進來的話 他一個人怎麼辦 後來現在就是說 也不要了 就是 到了下午的時候 我們的員工 就打電話給餐廳 就是說 你們第二天要訂什麼 後來現在 晚上就不用接電話了 其實 應該也可以 員工在家裡 聽電話 上話 那個也是要 偶外也是要付工資給他 對啦 那就是他們上班了下午 就是提早告訴他們 你們要先查一下 第二天的電話 我們就不用留一個人 再接電話這樣 那現在 金山果菜的地盤 從南到北 這樣 都送貨送到 對 是這樣 現在由 年輕的第二大來接 也就是台灣的美國人在接 對 他的經營觀念 沒什麼事 有去買外交 買去 百貨公 國菜公司 英拜呢 我們兩個 開始的時候 好像 不會參加 這些附近的東西 送來送去 但是年輕人接到 沒什麼事 已經想買去外交 買去 買去 卡納達 卡納達 所以這個 這個 造業 比較 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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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輕人 當然 他們 他們 在這裡 有受過 這個 教育 你怎麼帶他們去四處看 有啊 他們自己 去農場 他們自己都跟農場自己會去接洽 回去接洽 他們甚至飛到加拿大去 飛到 現在的作業方式不太一樣 就是說 譬如說現在 台灣高麗菜在這邊不是也很不行嗎 那我們這邊的中國人 中國人開的農場 他們也會種這個高麗菜 那種的品質層次不太 不一樣 那現在呢 第二代的就是說 直接找美國農場去種 就是 美國農場很厲害 他一個 他都一下子可以算出來的時候 我一個 我大概可以產多少香的 都算得出來 而且 成本呢 也比較低一點 因為他們成本什麼都算好了 就是說我們就委頭買了種子 交給他 他去種 種了全部的越南 我們這樣賣 你們把種子給他 給他 然後他種 而且他種的尺寸都是一樣一樣的尺寸 不會像我們中華 等一下變得那麼大 等一下變得那麼小 大家想沒有 他們就剛剛好的尺寸 那現在我們 那現在我們 在這個高麗菜 現在在加州這邊市場 大部分也都賣我們的高麗菜了 現在接下來就是 夏威夷的紅薯 紅薯 就是紫番薯 在紫番薯 紫番薯 現在在夏威夷呢 他也委託一個人去那邊 就是給人家租地 然後請 那邊在中國大陸去的人 很多現在 他們在種 我們就把他收購 在大陸 然後給他收購 然後他就院來賣 這樣 就比較 比較市場上就是說 因為現在的銷售量也蠻大的 像這個 這個 199 Supermarket這些 因為 你如果 他要向你買 買菜 譬如說 我要給你買這樣 你長期都要有這個菜來供應給他 不能說斷了 讓他市場 他價值沒有這樣東西 所以呢 像紫番薯 所以我們就要長子 一定要供應給他 然後 現在還有 Waterquist 就是 Waterquist 我們台灣叫 水夢菜是不是 對啊 西洋菜 西洋菜 這些 我們也是自己委託 你要種 就有幾樣 自己比較精專的東西 那第二代就發展 這方面去發展這樣 然後單有幾樣 就是自己 獨八這個市場 然後 賣外座比較多 餐廳 賣的比較少了 因為餐廳 說實在的 以前我們兩個經 也很辛苦 也給人家倒葬了很多 他今天就是說 他給你拿菜拿了以後 到了他明天關門了 我們也不知道第二天送菜去 他門怎麼關起來了 那收錢也不知道找誰去收了 然後 那現在就也知道就是說 要給他們 期限 以前就是說 怕找不到生育做 怕得罪他 那我們 一直就提供菜給他 提供到他關門 我們也不知道 到要收錢找不到人收了 現在就是說 我要給你虧禮 大概就是說 你到40天或30天 你一定要付完這個帳 你不付的話 我們也就不提供菜給你了 長到一個月 有的時候 以前我們早期賣外粥的話 真的是 他常常一送過去 他就說 到的時候 菜不好了 他就給你扣菜 幾乎有的時候 整個車子這個 全部都給你扣掉 那你這幾個月 坐著賺的 全部都被這樣 根本就不賺錢 所以你們這個 車子有溫度的 車子是他們提供 他們有大卡車自己開過來 來這邊載 就是說 他要訂什麼幾百 他也不是說 整個車子 就是說 拿同樣的菜 他也會到別家去 Pick up別的菜 就是湊錢 一個車子 他們就這樣開過 車子是由他們那邊去請來的 那現在就是說 量比較大的 有的就整個車子 也是從這邊走 那 看起來你們的倉庫 應該滿大的 才可以供應 倉庫大也沒有多大 要比起真正的 那個大的狗菜公司 我們還算是小的 所以可能不夠用 現在是比較不夠用 不夠用 但是現在就是有一種 就是說像 高麗產門從農場 直接說 像外周 像拿大尼號 直接就是說 卡車直接到那邊載整車 就這樣就走了 就走了 就這樣 不經過我們 這樣就 比較省錢 也省事 直接在那邊載 他就走了 就這樣 不經過我們這樣 怎麼樣 因為或是給他就可以了 不錯 李先生 你在台灣是念中興 我是台大農業推廣系畢業 是台大農學院最年輕的一個系 農業推廣 我在讀的時候 李登輝先生 還到台大來兼課 後來我進入農夫會的時候 李登輝先生還在農夫會 現在改成農委會 農委會 所以我在台灣這個期間 沒有做過別的工作 就是在農業界來上班 你還到菲律賓內跟馬斯特 是不是 有一個機會 我有一個機會到菲律賓 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的獎學金 我就到 國立菲律賓大學 在亞洲是很有名的 1907年就唱辦了 我在那裡 就讀了第二個學位 所以又回到 回來又進入農夫會 所以在 國際技術合作小組工作 主要的也是跟很多農業界 國際上的農業界的專家 甚至於泰國的國王 也來過 就是做這個 最後 就想再進一步 所以就想移民到美國 美國來 這樣啦 有後悔啦 沒有吃後悔的藥 不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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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這邊也不錯 謝謝 謝謝